中国同立陶宛本已恶化的双边关系再度升级 北京宣布召回大使的同时 要求立陶宛做出同样的行动 召回驻京大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是立陶宛政府宣布 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理代表处 立陶宛国会也通过决议 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秘诀 德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迎来坏消息 就算检测结果呈阴性 也或将面临更严峻的限制性措施 由于德国目前接种新冠疫苗完全免费 因此自当地时间10月11日起 身体条件允许接种疫苗 但仍未接种者将不再享有免费病毒测试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宣布已与印度在波斯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据沙特媒体报道 两国海军联合演习被称为印度洋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保守性骚扰丑闻宽扰的美国纽约州长科默 突然宣布辞职并将于14天内生效 科默辞职后 副州长凯西霍赫尔将接任州长职务 成为纽约州首位女性州长 云南北夷亚洲象群自今年4月离开传统栖息地 一路逛之道昆明后南返 当局表示 北夷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 迂回进行1300多公里 被确保人像安全 于途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 据宣布伊拉克南部卡尔巴拉市市长阿比尔哈法吉因遇刺身亡 伊拉克卡尔巴拉审宣布 市长阿比尔哈法吉在检测拆除该实非法建筑时 遭到武装袭击 中国一个法院维持对一名加拿大公民的死刑判决 辽宁省勾集人民法院星期二做出庭审判决 驳毁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上诉 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死刑判决 并请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加拿大官员谴责这一残忍和不人道的判决 表示在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 在加拿大进入最后司法阶段时 中国当局做出这项判决绝非巧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